如果說你要離開我 清晨時電來告訴我 不要偷偷摸摸地走 像上司一樣動半年 如果說你真的要走 把我的相片還給我 在你身上也沒有用 我可以還給我媽媽 什麼天差不久 只是隨便說說 你愛我那一遍 你也說不出口 你認識了帥哥 就把我丟給他 天氣熱的夏天 心像冷冷凍夜 想要買酒來郊遊酒 卻懶懶不想出去走 想要懶一毛長手眼 發現我會滿洗把水 如果說你要離開我 請清晨時電來告訴我 不要偷偷摸摸地走 像上司一樣動半年 是不是我的十八歲 主題要為愛掉眼淚 那我可不可以 向小鳥求婚呢 隨便你啊 那她當然不答應了 當然答應馬上說yes 然後嫁給你 小鳥是認真的啊 你人這麼體貼又專情 絕對是每個女人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那你 那你姐姐為什麼不答應我呢 你知道為什麼的 因為金龍 早還不進入小鳳的心 小鳥知道姐姐的痛苦 她說她很欣賞 甚至喜歡方針 只不過命運做農人 命是可以改變的 你跟姐姐小鳳說一聲 我方針可以等 等到她回頭的那一天 方針 方針 你不要再這麼痴情了 我的痴情一直在心裡面 我只希望你能夠看得見 是該醒來的時候了 方針 你的專情打動了我 也啟發了小鳳 要以更專情的態度 去面對自己所愛的人 我不可以再讓你這樣 遲遲地帶下去 也不可以因為沒了金龍 而轉身投下你的懷抱 這樣子 是誤了你 也誤了我自己 愛一個人 應該要是全心全意 沒有排名跟替代的 歡迎光臨 小鳳 終於找到你了 什麼事啊 金龍哥馬上要跟一個日本女人見婚了 金龍哥馬上要跟一個日本女人見婚了 好 不用了 不用了 小鳳 二 一 新车载起车杀 很久 阿虎 你疯了 我是让你来拉着金龙的 不是让你跟他们疯到一起的 我疯了 我当然疯了 这个世界的人全都疯了 看着是爸爸妈妈 却不是爸爸妈妈 看着是自己的大嫂 却变成别人大哥的宝贝 看着是日本人的宝贝 却变成自己的大嫂 我难过不疯吗 小凤啊 小凤 难道你会感受不到 四童兄弟的心 硬是要放在地上才便见他 你的情感太不坚定了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我杜小凤的情感 哪里得罪你们四童兄弟 你没得罪 你做你该做的 我跟我的兄弟做我们该做的 从今以后 你跟方正走你们的阳关道 我跟我的四童兄弟 过我们的独木桥 好 你做你的阳关道吧 把你老郭桥回来吧 这位是美代子 她是从日本来的 这位 不用介绍了 金龙 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谎 对不起 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不想瞒着她 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讲的话 可以当着我们夫妻面讲出来 当着你我夫妻的面 金龙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我金龙只是做 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 你应该娶她 我不祈求你的祝福 但是我要祝福你和方正 早节连离 勇于爱河 早生贵子 拍头结了 那我也祝福你们 祝福你 还有美代子 永远快乐 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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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比较高 伟好姑娘 人们经过了她的长方 都要留恋回头长 我愿做一只小羊 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疲憊 不断情情 打在我身上 我把三鞋买回来了 要不要谈给你们听 我没心情 我能够理解你现在心里面的痛 对不起 那我的痛有谁能理解呢 会过去的 你不是说过 没有经历过考验的爱情 就像风花雪月一样 你和杜晓凤的就不是 你是在成全他牺牲自己 他是为了成全你 让那个白龙彻底离开 现在那肥龙走了 他怎么办 跟你回日本啊 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种 解脱以后快乐的感觉 你呢 不知道为什么 白龙离开的时候 我看到他眼神里那种绝望 空洞 是前所未有的 我看了也会心痛 同样的眼神 我在杜晓凤身上也看到了 人家晓凤对我们家金龙可痴情了 其实 早上你曾经问我 什么是夫妻间最宝贵的东西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现在我想出答案了 同甘同苦 同心同命 其实我和白龙 也曾经有过这种境界 现在想起来 还会非常感动 非常难忘 这种境界 应该是永恒而刻在心里面的 却为什么变成了痛苦的回忆 人的心 真的是那么地善变吗 大熊党道 什么东东啊 被带子前老公 叫白龙 什么玩意儿 取白龙的名字 就是想跟你金龙作对 看他的态势 是想把你捏爆了做红烧狮子头 小心点 对付这种旁人大物我有经验 先下手为强 金龙的事全由我阿虎一肩扛下 我说了算 我阿虎的头比金刚钻还硬 被我这么一撞 我撞到什么了 放开他 我的目标是你 老婆不是靠打架抢回来的耶 我不能让你抢走我心爱的女人 你既然阿虎的孩子 就不应该做出伤害他的事 我要证明我爱他 怎么证明啊 我的斗魂 从现在开始 我的人生 就是跟你金龙缺斗 斗到你垮 斗到你认输为止 这样梅带子就可以回到我的身边 你这是在耍赖 这是男子汉的挑战 如果你爱梅带子 就应该接受这个挑战 您答应他吧 我都快受不了了 好 答应你了 明天晚上八点 城门楼见 有本礼就两个一起上 你没事吧 说明空被压在五指山下也不过如此 他是哪一条道仗的 日本相互选手 天哪 你阿龙选媳妇就不能简单一点 安全一点 有气质一点 非得这么命苦 我阿虎就要跟着你受苦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美的名字 有一段非常动人的传说 传说以前有对情侣 那叫云郎 那叫霞姑 因为一个富家公子的追求和迫害 两个人逃到了这座山里面 他们两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面 就投货自尽了 从此以后 各地的蝴蝶都争相飞到这里来 形成了这里奇特的景观 所以这个地方 就叫做蝴蝶圈 传说跪传说 其实是这里的蝴蝶树 会封闭一种枝叶 吸引了蝴蝶 赤裸的现实和凄美的传说 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啊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然后说这个故事给我听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 跟这个故事很像 你是那个富商 我是霞姑 静蓉是雨浪 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 担心静蓉认为我 会拿财势来压她 我知道你没有 我更担心你 会从我的身边逃开 和静蓉一起去殉情 方正 你正在吸引我的 并不是那些要人的财富 而是你的善良 跟宽厚 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 你并没有趁数而入 反而是默默在我身边陪着我 就连求婚 都是这么的谦虚 处处替金龙着想 凡是要等到金龙不要我了 你才敢表白你的心意 不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心里面 一直深爱着金龙 我也知道金龙爱着我 不过他为什么选择 跟别的女人结婚 是因为白衣的阻扰 还是惧怕跟你竞争 我真的好迷惑 难道就没有一个男人 可以勇敢地大声对我说 小凤 你不要怕 只要跟着我 我会不顾一切地爱你 保护你 真的没有 每一个人表现出来的 都是君子的理性 反而没有真正的激情 你知道吗 真正可以感动女人的 是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激情 我没有要在你跟金龙直接二悬疑 我只是全心全意 想要追寻让我真正可以感动的男人 追求心中最美丽的爱情 如果我追不到 我会一个人静静地离开 没错 你还是要再来 怎么能够 把这种海味 你会感动不可 我会感动不可 有点好 你不能够 它们会让你某些很大 什么 我应该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是金融要娶的那個女人 你先上去吧 請問一句話 你愛不愛金融 你呢 你愛她嗎 目前還沒有愛 但是我不保證以後愛不愛 我愛金融 過去 現在 乃至於未來 我都會這樣深愛著她 怎麼了 你這個准新娘 犯得著跟我這過去的舊情人是粗嗎 其實 我和金融沒有真的要結婚 她只是為了幫助我擺脫我前夫的糾纏 在我最需要人幫助的時候 為我挺身而出 聽起來很像她 沒有大腦爛好人 杜曉鳳 你沒有資格批評她 她為了幫助你 卻傷害了我 我連一身抱怨都不可以嗎 被傷害的是金融 這樣女人心目當中的一個英雄 你不屑一顧也就罷了 你和方正住在一個房間裡面 這不是侮辱你們感情 傷害了她的自尊嗎 這就是你給她的愛嗎 其實金融為了你才來到大理的 為了追求她心目當中完美的愛情 卻意外地得到了我這個冒牌的新娘 這到底是誰的錯呢 如果你感激金融為你所做的一切 能不能幫我帶一句話給她 問她有沒有勇氣跟包容 接受我杜曉鳳曾經犯下的錯誤 就一句話就夠了嗎 一句話就足夠了 足夠決定我們的未來 如果我不轉來這句話呢 說不定我自己希望能夠和金融假戲真做 金融會幫的一定是好女人 銃子 又不敢說話呢 器人 有還不帶有得到才能 什麼事 鍵 驚龍哥 你現在不去安慰一下傷心的小鳳 反而會死侯 跑来跟这条肥楼决斗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男人的脑袋 到底是用什么豆腐家做的 什么是男人的斗魂 你懂不懂 不懂 不懂就别问OK 其实我也不懂 金龙你懂不懂 我想从白龙那边弄清楚 你才知道该怎么办 金龙哥 在你没有变军肉战之前 赶快跑吧 你要用什么方式决斗 我现在想用相互来对付你 对你又打又摔 又打又摔 然后又打又摔 不公平 相扑是最公平的男子和决斗 你懂相扑 我们可不懂 你有肥肉 我们可没有 不公平的决斗胜之不武 你胜了不公平的决斗 也证明不了你爱美代子的斗魂 那你们要怎么样啊 要决斗就三关 三关定胜负 题目个人出 个人出题目 第一关你决定 第二关我决定 第三关他决定 这样公平吧 好像有点公平 如果在三关之内 证明不了你对美代子的爱 就乖乖地滚回东京去 如果我赢了呢 这肥龙没那么好骗 只要你证明了自己的斗魂 美代子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我要的就是这个 第一关 相扑 白龙加油 白龙加油 金龙漏油 金龙漏油 我们就以这两盆树为界限 这里就是我们决斗的场地 看谁先逃出去 逃出来的算盈 这个 别想了 我知道规矩 逃出去就输了 没错 来吧 你应该拿跟我决斗的勇气和力量 好好地去呵护美代子 美代子已经被你给抢跑了 废话少说 来吧 快救我 来吧 打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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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哪国的 小东国 白龙加油 金龙漏油 白龙 我赢了 白龙胜利 看到没有 我打得他落花流水 落花而逃 他不会为你当个男子汉 幼稚 你以为打赢了就是爱我 打输了就是不爱我 你白龙会打架摔跤 除了这些你还会什么 你知不知道 做一个妻子 最在乎的 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配再得到我 我看我 你为什么 自然之间 你不配 我先不要 摔订我 beste 最后 我 我 是 一下子 接下来怎么办 这第二关比还是不比 他都那么难过了 你们还下得了手啊 我有个计策可以赢第二关 跟他比酒 胖子的酒量通常都不太好 凭我们三个人的酒量肯定灌死他 两个人 别忘了我是哪一国的 趁他心神震乱的时候 以酒乱其性夺其事 保证稳操胜卷 这样不太光明吧 非常不光明 你不进入黑暗 怎么能把美代子拉向光明呢 美代子是总像光明 小凤只有没入黑暗的深渊 走吧 喝死他 喝死你们 我戒酒已经戒了一年多了 光是我那酒味都快醉了 不怕不怕 有我小敏替你撑腰 什么叫斗魂 不怕苦不怕难不怕对手挑战 对不对 来吧 pleas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务界的友人 喝多了 醉倒在餐厅 一个女隐名 冒充亲戚的名义 把我接走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赤裸裸地躺在她的床上 当场我是吓得逃跑 当然这个事我也不敢给美带子知道 隔两天 八卦杂志出了耸动的新闻 有的说我强暴了营迷 有的说我不但外面有女人 而且还有了孩子 这种被冤枉的滋味 基隆哥你应该也尝过吧 还记得上刘美吗 所以美带子才坚决她竖起离婚 从那天开始 我就戒酒了 我尽量请求她的原谅 她根本置之不理啊 这么说 你是真的爱美带子了 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过 我想她 爱她的程度 只会一天比一天多 所以 你就想尽办法地缠着她 失去了她 就是我的世界末日 所以我非赢你不可 这就是男人的斗魂 这第二关 我们赢了 还没 还没 我小米还没有找下呢 等着看 喝完了 她这么一个瘦小的人 酒都喝到哪儿去了 再这样喝下去 我一定会输的 你在我堂那里放的什么 我刚才抓到一只又大又肥的蟑螂 让它进去游游泳 顺便帮你喝个两口 怎么不喝啊 怪她要喝这个蟑螂酒呢 这关谁输谁赢啊 这第二关九关是由我们龙虎兄弟获胜 就看第三关决定你死我活了 金龙 我是跑马拉松的 咱们就比马拉松吧 马 马 马拉松 别开玩笑吧 我只跟我的朋友开玩笑 你可是我势不两立的情敌 我 我有三百斤 怎么可能跑得动嘛 好 我也不欺负你 如果你能跑完全程的话 我就自动认输 我不再和梅带子结婚 如果你跑不完的话 明天赶快买机票回日本 从此以后不准再纠缠梅带子 可以吧 好啊 你也可以选择 现在就放弃 有没有听过跑步也会抛死人的 逗魂不重要 由这灵魂回去好好享受人生呗 好啊 太好了 就对明天的机票 我一定会和你金龙 好好地比完这场马拉松 容美带子的保佑 我一定会赢的 明天早上八点见 马拉松 马拉松 白龙 白龙 马拉松我来了 马拉松 我要赢 我要赢 马拉松 不可能啊 他不可能跑完全程 会不会让酒精烧坏了脑袋 我只是在试探他 从这答案才能知道 他是真的生爱这美带子 阿虎 金龙的豆魂 比不比得上那条肥龙 连他都能为自己心爱的女人 拼成这副德行 我呢 一个自明清高的我 又能为小枫拼些什么 什么都没拼 妈妈那不敢拼 方正那不屑拼 结果就是放小凤自己去游荡 结果就是放小凤自己去游荡 我这个诺偶的男人 为什么可以高标准教求自己的女人 真该死 四同兄弟不准你死 只不过是小凤自己受不了诱惑 先跟那个方正有了奸情 我太了解你了 你也不可能去接纳一个不清不白的女人 现在想接都没用了 沐以沉舟 保证小凤很快就会成为方正的太太 我们明天就回青岛 准备你人生最重要的比赛 你知不知道 像不是要靠爆发力 在短短的几秒钟当中就决定胜负了 而马拉松是耗尸最长的体运动 靠的是速度和耐力 像白龙这样的大胖子 跑不了五分钟就昏倒了 白龙有心脏病 他就是因为查出有冠状动脉肥大 才离开相簿界的 激烈的运动真的会害死他 我知道 你是为了帮我赶跑他 才会想出这么稀奇古怪的比赛方式 不过想到他跑步暴毙的样子 我宁愿让他纠缠我一辈子 取消比赛吧 我不会取消比赛 我不会取消比赛 一个男子汉 为了他所爱的女人去拼命的时候 是任何东西都挡不住他的 你认为 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这个我不知道 得靠你自己去感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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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没用 还没跑就坐上救护车 这是我坚持要为你准备的 不需要 不到终点我是不会躺下来的 开始吧 现在宣布比赛结束 双方平手 算了 换一个比赛项目吧 你的意思是自动认输 这个嘛 我这辈子从来没认过输 偶尔一次也不错 好吧 我认输了 耶 总裁判暂时宣布 此场比赛 白龙获胜 从即日起 金龙先生不再与美带的小姐 谈论婚嫁 好了 赶紧去你老婆吧 这不是斗魂 你们是故意放水的 我白龙不是靠人家同情怜悯 来争得自己的老婆 我要靠的是自己的斗魂 来征服美带子 跑吧 跑吧 我确定她的脑袋被酒精烧坏了 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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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 这儿 我不得快到 18Er season 空中呼吸 空中呼吸 有氧 sommar 你跑不动了 快点 白龙哥 放弃吧 留着你的命去暗门带紫啊 菲龙 我坦白告诉你 我阿虎每次赌博都作弊 这次我们也来作弊 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 就算你赢了 OK OK 看看人家这种精神 我阿虎虽然不愿意 还是要笑发 跟着跑吧 温柔情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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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不告而别的账回头再跟你算 我可以替金龙回答这个问题吗 不孝顺的男人 他根本不是人 所以金龙一定会选择 我这个做妈妈的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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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旁车辆呼啸而过 来来往往行人穿梭 满满旅程没有尽头 日生有日落 欢乐转眼过 一路上有你不寂寞 一路上有你不寂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